嗨,大家好,我是愛閱讀的META 大家好,我是愛釣魚的老婆 新的一年,2022年跟大家說新年快樂 祝大家虎虎生風,虎虎如意 還有什麼? 虎虎新大運 好,祝大家虎年行大運 那新的一年,因為就很多 就是包含我的VVIP 或是說,還有客戶還是一些聽眾讀者有問說呢 我們2022年的主軸是什麼? 就是療癒 然後呢,我們會 很愛演吧 然後我們會呢,就是在這個 充滿大自然療癒能量的地方呢 跟大家分享喔 那今天呢,我要來說書耶 相信嗎? 就是我們要新的一年的第一集 就是過年前的第一集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本非常自我療癒的書 那好,這是哪一本書呢? 那這本書呢 每一天的呼吸冥想練習呢 比較特別的是呢 今年我們的影片呢 都會跟大家 就是從冥想開始 那我們就先跟一起 跟大家一起帶著祝福的冥想呢 然後再開始說書喔 我們開始計時 好,老婆也要請你閉上眼睛 一起冥想 就是今年的那個你專注的那個目標 好,那大家也可以想像呢 你的運氣啊 或者是說呢 財富啊 然後就是 滿滿滿跟這個大海啊 然後很療癒的呢 就是充滿了你的生活當中 然後源源不覺而來 那你要用什麼的方式呢 去接收呢 好,就是大家可以想像看看 好,我們現在呢 還有一分鐘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再開始冥想 好 好 好,老婆你可以走了 哈哈 好 那今天呢 這一本書每一天的冥想練習呢 我要跟特別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 我們大家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呢 哪怕你一天只有給自己一分鐘 在這一本書裡面呢 每一天的呼吸冥想練習 就是他有提到說 其實你只要每一天給自己一分鐘 那就夠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 每一天呢 早上或者是睡覺前 給自己像剛剛這樣的 冥想練習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這個作者呢 他其實本身是 我個人覺得他是學法 他除了很多書 然後他同時他是考古學 國學博士 然後還有體育學跟語言學的背景喔 非常的厲害 那我特別呢 喜歡這一本書的原因呢 是他除了我們剛剛分享的 一分鐘的冥想方式喔 他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呼吸練習 以及冥想練習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 你是不知道怎麼冥想 或者是說不確定有什麼樣的冥想方式呢 只要嘗試看看的話 那我覺得這本書呢 他可以就是放在床頭 然後你可能就是睡到前的時候啊 然後你就是看一下翻一下 嘗試看看 或者是大家呢 有什麼覺得還不錯的冥想練習 然後可以跟我分享的 我也會很想知道 那也歡迎呢 在新的一年 2022年 大家有沒有特別想要聽Meta呢 分享什麼樣的類型的書籍 或者是在海邊 或者是山上呢 講什麼樣的主題 然後呢 也都可以 歡迎就是 跟我說 或者是一些 想法這樣子 然後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總之呢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然後 很謝謝大家 在網路上的相遇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呢 就是看到Meta 那任何有一些 想看的書籍啊 好奇啊 然後也都可以 就是在底下留言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好 OK 就是謝謝大家 Woo 掰掰